产品开发自动化实验室的目标是从事产品开发创新技术的研究 与产品开发自动化技术的发展 主要研究载具为冲压及其模具 产品开发自动化实验室的愿景是针对产品开发核心之技术 透过研究发展来创造并提升其价值 并应用在生活实物让人生更丰富 企业研究特色为建构产品开发自TotoSolution 利用世界先进技术确保产品开发自成本、实陈与品质 培育人才研究技术及专业资讯能齐何企业需求 其中软体设备以世界最普及之专业设备为主 如板金成型及多物理量之电脑辅助分析软体 与电脑辅助制造软体 以及电脑辅助设计软体 CATIA、POI、UG 硬体设备包括ATOS、TREETUP等3D曲面量测系统 400吨热压成型机高速摄影机及其他辅助加工及量测设备 实验室提供的技术服务包括逆向工程技术 成型性分析技术、冲压模具实体设计技术 结构分析技术与系统整合机量测设备 手机外壳自TOTO SOLUTION 事先由逆向工程进行曲面还原 并进行模具型面设计与产品型具制作 而后模拟各工程中央成型并建立3D工法设计图 以便设计3D实体连续模具再由模具结构分析以确认其强度 最后进行模具架工模拟再转换成CNC直行码切胸 即可完成连续模具之实体再搭配冲床设备开始生产产品 逆向工程首先评估物件大小贴标签点与反光处理之后 经由ATOS设备将样品3D集合外形转换成样品3D点数值 再经由CATIA软体重建成3D曲面 并以AG曲面模组确认曲面品质 其拍摄物件最小为磁地度取头 中型物件有汽车车头的外壳切断刀 而大型物件则有汽车板镜外板鱼媚板 利用成型性分析软体丹纳缝进行板镜冲压分析 并评估辨薄率破裂形形 硬密应变成型极限图等状态变数并输出结果 利用有限元素分析软体DIFORM进行成型性分析 以模拟端造件之成型并评估产品冲断制成的可行性 由商用软体CATIA汇出模型 再汇入制分析模组 设定边界条件与材质 即可进行强度及振动分析 冲压模具实体结构设计是依据成品及制成需求 配合设计流程及标准 并结合3D标准明建库完成实体模型 接着再确认结构之干设计强度 最后输出凤表及2D直升图已完成设计 此外该实体模型可延伸至保力融模雕刻 以缩短开发时程 在二次开发系统方面 有简介模具模组是自动设计系统 系统之初始条件有造型曲面 剪切线 素材尺寸线等 并搭配模具资料库与模具知识库 来完整模具结构之设计 并加入模组通用性设计 与模组适用性设计 更以Katia软体为主 搭配VB程式语言进行系统整合 并利用直线性的使用者界面来操控系统 以完成各个模组之设定与选用 而系统翻用性上 可借由此系统输出后伤盖、车门、引擎盖等检浅模具档案 运用非线性分析软体 以及模拟羽刷作动过程与实际挂刷作比对 并观察羽刷与挡分玻璃上挂刷力量分布与改变之情况 开发数位化教材进而提升人才素养 目前有冲压模具设计、分析与特论网页 以建立学生产品开发以及冲压模具设计领域的专业学能 并培育学生具有三系及汽车产业之相关产品的板金设计能力 以及教导学生体认职场 伦理与专业领域之社会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